6月22日赛况预测,许胜不虚败,巴西兵岛瑞士博命争胜,但恐平今日20点,巴西vs哥斯达黎加,桑巴军团全力争胜,基本形式周五晚,世界杯一组将会继续打响小组赛第二轮的比拼,其中首战汉平的桑巴军团将会迎战北美球队哥斯达黎加,回顾首轮的战况,巴西面对本小组竞争对手之一的瑞士队, 虽然凭借库蒂尼奥的进球早早打开记录,但却在下半场有所松懈,并且被对手利用脚球扳平比分,最终只能接受1比1的平局收场,鉴于本小组当中有塞尔维亚和瑞士两大竞敌,巴西队想要力压这两队出现,就必须在剩余的两轮小组赛中收获全胜,因此现在的巴西队,已经没有了犯错空间, 所以面对小组最弱的哥斯达黎加,他们没有赢球一条路可走,对于哥斯达黎加而言,由于首轮小组赛告负,因此倘若他们本场比赛继续输球,就将会提前小组出局, 鉴于这支球队的实力,算是世界杯32强中最弱之一,因此在防守水准一流的巴西队面前,恐怕这支北美球队能够获得的机会有限,想要抱冷难度很大,盘口解读盘口方面, 目前机构普遍开出了巴西主让球半两球的出盘,并且截至目前依然保持中低的水位,期间并没有太大的水位波动, 这一方面放映出两队存在较大的实力等级差距,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机构对主队大胜的计贷程度, 有意用深,盘和滴水控制陪负,结合奥杰和欧赔一致的走势,以及高企的平复赔,相信此意巴西击杀对手的难度不大, 本场推荐,让平让胜涯盘,巴西赴1.75今日23点尼日利亚VS冰岛攻防兼备,冰岛有望挤掉阿根廷赛事分析, 尼日利亚首场比赛面对克罗地亚,最终上下半场各丢一球以0比2落败, 虽然球队在场面上并不落于下风,其中14角射门更是比赛对手要高,只是把握能力不足, 由于阿根廷与冰岛占平,所以球队本战即使收获一分,也仍旧存在出现的可能, 但最后一个对手是小组最强的阿根廷队,想要在对手身上全取三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, 所以本战球队肯定要力争三分,此以球队将与冰岛进行较量对球队来说非常重要, 冰岛首战面对强劲的阿根廷,最终以1比1战平对手取得一分, 在对手长时间的压力下仍能战平对手,体现出球队良好的防守能力, 此以面对尼日利亚如果能击败对手出现前景非常乐观, 从国际排名和两队此前的热身赛表现来看, 整体实力上冰岛理应更胜一筹, 且上一场在逼平阿根廷的情况下更是提升了球队的士气, 在战术执行下,也体现出冰岛球员的整体水平, 此前在预选赛中能够取得小组投名就已经不简单, 而首战逼平阿根廷再次体现出球队的实力, 盘口分析,压盘方面已至的开出平手盘, 冰岛处于滴水、水位,冰岛首轮逼平阿根廷会使球队带来一定的热度, 似乎平手盘开出对冰岛没有支持, 不过要考虑的是冰岛的实力也只是今年才得到提升, 所以从名气来看并不如对手, 所以这个平手盘开出能更好的分流两边的热度, 从水位来看,目前冰岛处于滴水一方, 本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, 战役相当,在这样的基本面下, 选择滴水方是最为有力的, 另外在冰岛逼平阿根廷的题材下, 本战开出滴水受助是利好的, 因此本战笔者认为, 冰岛有望在天分数, 本场推荐, 让步, 亚潭推荐, 冰岛明天凌晨两点, 塞尔维亚VS瑞士赛前情报分析, 瑞士手战面对巴西, 利用密集的防守和身体素质, 成功钳制了桑巴军团的进攻, 虽然未能取得开门红, 但是其强大的防守, 也让瑞士军团, 有了和强队叫板的硬气, 做客的塞尔维亚凭借微弱优势排在小组第二位, 其实该队并未有实力球星坐镇, 作为弱队, 他们同样需要防守来取分, 不过阵容上又让他们不能够如瑞士那样, 瑞士攻防两端都有不错的人才储备, 所以塞尔维亚自意怕是凶多吉少, 亚潭推荐, 瑞士手轮逼平强大的巴西, 打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, 不过本战两队都是防守建长的球队, 亚潭开出了平手盘让步, 此前赢盘的瑞士有一定热度, 不过个人认为, 塞尔维亚一直没有能力跻身16强, 实力也不强, 本战面对瑞士或许是志在参与, 所以进攻欲望不高, 以拿分为先, 瑞士累积了不少的人才坐镇, 所以此一可以对瑞士小胜可以高看一线, 压盘推荐, 瑞士下午稍后我们会根据各方面资料, 做出个比分推荐, 大家留意看一下